走 走 我怕睡了 还没呢 刚刚才聊完天 谢谢 谢谢你这次到来 也谢谢你 没把真相告诉他们 今天马上委屈你了 我来也是想叔叔能开心 希望他早点康复 你要是觉得晚上 没关系 我陪阿姨聊会天 谢谢 我得把药给我把送人家了 不然一会儿凉了 大姐 你怎么不等我 外面在下雨 我在拿伞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但你也不能淋雨啊 会感冒的 我怎么心情不好 谁说我心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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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觉得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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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工作 不上进 所以找了叶宇 结果叶宇现在又太上进 太爱工作了 我都不知道 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男朋友了 嘟嘟 其实我很同行你 不过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 那个叶宇她不是爱工作 她是爱演 爱演她很爱工作的样子 你真的要好好地了解她一下 我跟你讲啊 就算你瞪我 打我 我也还会这样直言不讳 我是为你好 你 行了 我知道你妞 你是千年不变耿直播 我惹不起行了吧 走了 不是啊 我 嘟嘟 方萝卜 我临时的感冒 你给我买药啊 这个药药现在不花 走走走 小潘 房间条件不好 你别介意啊 阿姨 你就别为我操心了 客气的话呀 阿姨也不多说了 跟支伟在一起 让你辛苦了 我心疼儿子 我也心疼你 我呢 不是教生过养长大的 从小也吃过苦 我理解做父母的心 我跟你的父母 应该是一代人 我们那时候经历得多 条件不好 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 我们就希望你们这一代人啊 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 能过得好 阿姨 阿姨 其实 你们平安健康 是我们做万为最大的心愿 支伟这孩子从小就倔 有话憋在心里 有的时候 连我这个当妈的他都不说 你跟他在一起 阿姨挺开心的 阿姨 其实过日子呀 走到最后 就是能有一个 说说知心话 能够理解自己 懂自己 知道疼别人的人 你说呢 阿姨我懂你的意思 支伟很有才华 我从刚认识他的时候 就知道 他一定会有出息的 我呢 就是一个扑扑通通的女孩 我也会认认真真地 做好自己的事情 您就别太为我们操心了 我们都会好好的 见到你啊 阿姨心里就踏实 以后支伟要是惹着你了 你跟阿姨说 阿姨训他 你们还年轻 这日子还很长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我记住了阿姨 你放心吧 今天你也挺累的 早点歇着 我去看看你叔叔 晚安 早 早 早 昨晚睡得好吗 挺好的 好 当时我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 我唯一想的就是能让我爸活着 我要让他活下去 我不知道别人在遇到 同样事情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选择的 可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 我可能还会是这样 我还有什么可奉献的吗 我原本以为 只要奉献出我的时间就可以 可我没想到 我最大的代价 就是伤害了你 并且失去了你 我从来没有想过不爱你 在王家我爸所发生的一切 我都告诉了你 我可以去面对这一切尴尬 可当我看到你也要去承受的时候 我真的受不得了 我哪怕去做见我自己 我都想让你走 我那会儿真的没办法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说的这些我都感受到了 我的确怀疑过 我付出的爱 毕竟我们从今那么美好 我也想过我要把我的一声音试 都交给你 其实我知道 你一开始是在跟我演戏 你想让我离开 所以 我没走 不只是因为我跟王家签了合同 也是因为我不相信 我爱错了人 一直到你答应跟王老徒订婚 一切都回不去了 都督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叶宇 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 你怀疑我 你怀疑我在外边到处泡妞 同时谈几个女朋友 我没有这么露 都督 我对玩弄感情没有半点兴趣 我的女朋友只有你一个人 我真的是很忙 都督啊 对不起 我实在太忙了 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都督 你们结婚吧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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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来了 你怎么都不问我一下 你去住家小怎么样 我怎么样现在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 结婚这件事怎么样 结婚 结婚 好事吧 反正我是一直都是想结婚的 你不是号称自己不婚足吗 我就是好奇 不知道结婚是什么感觉 跟谈恋爱有什么不一样啊 结婚啊 结婚呢 是两个人相互依靠 是一种责任 它不是波涛汹涌 是涓涓细流 相濡以沫 对 你晚上的可爱 你等 Fova 你看到的 你才能够去 她还能够去 陪我一向人之间 去到那里 你才能够去 我自己去的 她也有霍物 我刚刚才说 你拿起来 我去辩子 约一次业余 怎么也得见个面谈一谈吧 那我一会儿约他 你明天见着真刺激 这都一个小时了 怎么还不来呀 没事 别着急 这点堵车 你又没有素质呀 毕竟第一次见面 你就不能忍一会儿啊 行了 让他吃吧吃吧 毕竟也是业余迟到在心 喂 你怎么还不来呀 喂 你怎么还不来呀 我们都等你半天了 又去香港出差 咱俩 业余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来 咱俩就分手 不是 你先别着急 你干吗说这么狠的话呀 没事 没事 一点都不狠 在他还有利用价值之前呢 业余几句话就能把他哄好了 停 啊 都嘟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啊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自求多福吧 小潘 我现在能吃了吧 撑死你 没事啊 我能吃啊 别看我方洛普没有正式地谈过恋爱 但我这个渣男我有天生的感觉 离我十米之内 我脑袋就可以报警了 儿子 你呀你呀 别在我们两个人面前吹了 如果你有本事 让嘟嘟跟叶鱼分开 你跟他好上 妈佩服你了 妈咪 不要把我说得那么狭隘好了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我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幸福 儿子 儿子 你怎么那么高尚啊 可惜我没看出来啊 小畔 你看出来了吗 我只看出来您是个亲妈黑粉 我跟你们两个 是严重没有共同语言 我出去透口气 说说这孩子永远长不大这是 你看看 如果这个东西里面的 飞哥 你怎么来了 知道你们最近挺忙的 专程给你们送点福音 谢谢飞哥 挺真 那个小太太你们 行 可以可以 我就把这个 行 好的 那你就把这些团团一下啊 男姐 左飞 你怎么来了 顺路过来看看 行 那你们俩聊 我 我出去正好有点事 你到时候把这个规划弄一下 好 我把那个外面搞一下 你们聊 来 坐 好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什么事儿 那个 黄山的那个小学校长给我打电话 让我再去一趟 所以我得马上动身 原因呢 我已经把她送到她外婆那儿了 所以这几天得麻烦你 再给她多打她电话 没问题啊 你干吗说这么严肃 那你去黄山诺图知道吗 知道啊 你放心吧 我们既然签了合同 不管我做什么项目 她那事儿我一定会给她做好的 原因你就放心吧 真羡慕你又能去那儿了 你也喜欢你的地方 当然啊 青山绿水白墙黑瓦的 想想都让人觉得放松 朱家角不也挺好吗 我的意思 你跟周志伟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真说 周志伟一回到朱家角吧 就没了在上海那种容易感 我们在日本时候一样 勤劳不是 那你们喝好了吗 我下午还有点别的事 我先去忙 袁一就拜托你了 别送 别送 我来帮你了 我来帮你了 我去你了 你去找过去吧 你都做了我的事情 它就不能送你了 刺滑 好 这闪顶 你怎么多给你了 你的月 你这么园 你帮我睡了 上你了吗 披上两杯感冒 啊 还不 啊 来 来 来 嗨 紫菲 诺多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你一个人来古镇了 我不放心 所以就过来了 谢谢你啊 你 没临着吧 没事 没事 今天我估计这个雨会越下越大的 要不 我们先回去吧 来都来了 我本来啊 还想去那边的两个古宅再去看看 太可惜了 你想去吗 那我陪你去 好吧 你等一下啊 我来 雨大给你披上点 我来吧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的 你一定能找到你的男朋友 也一定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果 如果有什么地方能用得上我做飞的 随时说话 真是有惊无险啊 怎么样累不累 我觉得好开心啊 雨后的天空真的好美啊 很久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 感谢这场大雨 我要感谢你 如果今天要不是你救我 我肯定就被困在那里 而且看了我房子的计划也得泡汤了 举手之狼 骨子挂齿 时间也不早了 你住哪儿 我先送你 晚上我还约了村主人开会呢 左辈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说 从我最初见到你 看到你对妻子和袁姨的爱 你知道吗 你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对我来说非常的珍贵 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都要把它留在我身边 作图啊 其实 其实 我知道 你会说很多我们不合适的理由 但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我愿意全力以赴地支持你的工作 也会像小潘那样 好好地对待袁姨 只要是你渴望的 我都会不顾一切地帮你实现 多多谢谢你 谢谢你 对我想了这么多 但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袁姨还小 而且我根本 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个人位置 我都理解 但我也要告诉你 我从小就不喜欢 太容易实现的目标 虽然我选择了你 就知道这一定不是一个一帆丰盛的事情 但是 我就是这种越错越有的性格 你现在把我关在门上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会一直等你 好了 不打扰你了 你继续忙工作吧 我走了 拜拜 我来 好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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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俱乐部临时派我去杭州上几天课 这几天不要太想我 我终于克服了自己的乡村恐惧症 我去找佐菲了 而且我已经跟他表白了 虽然他还没答应 但我坦白心意了 祝福我吧 祝福我 祝福我 喂 小潘 我有个事要跟你说 去尾 喂 小潘 小潘 你说话呀 我发生了 什么 你在哪儿呢 在家 好 你等着我 我马上过去找你 小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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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 小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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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在剧院 村主任 您知道吗 板茂说过 作为一名建筑师 我们不仅设计了美丽的东西 但是同样 我们还要有社会责任 您说对吧 对 板茂还说过 探访一定要细致 要利用当地的材料 还要了解传统机理 您说对吧 对 板茂还说了 坐下 板茂是谁 板 板茂 和我一样是个建筑师 是 村主任 今天我有可能聊点点声 我就是想问您 您对我的这个设计方案 还满意吗 满意 我不知道板茂是谁 那在我这儿你就是最好 我敬你 来来来 不敢等 哎呀 喝不动了 我走了 你早点休息 咱明天见 明天见 您慢点 明天见 那我就不送您了 慢点 村主任 醒了 我去给你买粥了 昨天晚上你发烧了 四十多度 我赶紧送你来医院了 没事 现在退烧了 放心吧 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谢谢 都督呢 怎么你也是在家啊 她 她出差了 昨天晚上 我迷迷糊糊记得 你给我打一通电话 是 幸亏你来了 你记着啊 以后你要再碰上这种事 你第一时间打给我 明白了吗 我昨天晚上去找你 是想跟你说个事 我碰到 以前我在东京那大村老师了 她跟我说 她希望我回日本 把我之前的学业完成 她还跟我说了 我这次所有的研究经费 她来解决 那挺好的呀 对啊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想回去完成我的学业 两个原因 第一呢 我想回到以前的生活 我已经离开那种生活太凶了 第二 我好像只有完成我学术上的事 我才能去做我喜欢做的工作 你跟叔叔阿姨说了吗 他们肯定支持我 你是知道的 我不能总是在一个错误的点上徘徊啊 我完成学业 我才能重新开始 对吧 加油 好 喂 什么事 看清楚啊 这边是我们的员工大办公室 外边 是一个漂亮的小庭院 这边呢 这是重点 这就是我们董事长办公室 我们的中间 可以吧 你别给我看着 我 我要看人 看人 这不都让你看着呢 这么隐私的地方都让你看了 你还要看什么 人 人 这不是 看 我看镇主 那 那 对吧 还真不行 人 人忙着呢 那你拉个背影我看看 你这皇上不及及太监吧 他你不是早晚总得见哪 对吧 你行啊 这上海啊 左手搂的女飘儿 右手拉的女儿 你竟想天临之了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 做牛做马 你还有没有点人心啊 你赶紧给我回来 快点啊 请小姐 你先说吧 我是不相信她 她肯定还在撒谎 我没有 真的没有 好 那你说实话 那个限量满的小钱包 到底多少钱 那是我朋友仿造的 才两百元 那个是最新款式 不可能仿得这么快 秦小姐 你别纠结这些细节 你只要说郑姐对你家点点好不好 是 这个我必须承认 郑姐对我们家点点好得没话说 可我要说的就是 郑姐对点点太好的问题 之前郑姐送点点的积木 说不到一百元 结果我朋友看见 说这个在法国一套都要一千 还是欧元呢 我真的是在路边摊上买的 就一百元吗 好 那你说施华洛士奇的发卡 还有法拉利的玩具车呢 我不知道那些多少钱 那是上一家雇主送我的 郑姐 那你穿的迪奥的大衣 普拉大的皮手套 这些都是上一家雇主送你的呀 我 我不认识这些名牌 都是他们送的 对不起 郑姐 我会按照合同 多付你一个月工资的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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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小姐 坐 消消气 有声话 都能好好说吗 来 喝一口 喝一口 秦小姐 说心里话 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我就实话实说吧 其实郑姐她老公 是开公司的上一身价 所以送给点点这些玩具啊 还有一些别的 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 郑姐 你家那么有钱 为什么还来做保姆 他们成天都在外面忙 还给我找了阿姨来伺候我 让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可是我就是个劳碌命 我这一闲下来啊 就浑身难受 那 那你也可以做点别的呀 别的我都不会 我老公说要丁克 我又特别喜欢小孩子 我第一次见到点点 我就喜欢得要命 所以我就骗了你 还让蓝姐她们也骗了你 对不起 小秦 我是不应该撒谎 可是我实在太喜欢点点了 对不起 你答应让我带点点 以后就算不给我钱 我也愿意 秦小姐 你看郑姐 那么诚心诚意地来道歉 你能接受吗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你 小秦 郑姐 你怎么不早点说呀 真是的 不好意思嘛 好 这样就好了 你们家点点 也有放心的阿姨带了 你也可以好好地在家 看着点点了 多谢你了 蓝姐 谢谢蓝姐 快快快回去吧 点点还在家等着呢 好 先不打扰你了 走好啊 好 你说你 你怎么着跟我说呀 真是的 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好累死了 快快快快 忙了一剩啊 那那正好 请先解决问题吧 凉着正好 好 索性 我 我给你提供一整套的 祖传的 疫情按摩服 那你们家祖传是干什么的呀 你 你就是太认真 你凡事啊 放下点 别那么累 咱开不下去咱就不开呗 你倒是话说得轻巧 上上下下那么多阿姨 说不干就不干 都喝西北风啊 再说你养我 林桑啊 我问你 这几天你怎么老在我 我这里晃来晃去的 是不是又跟你闺女不高兴了 没有 还没有呢 说实话 怎么了 我 我不想糊弄你啊 可是我不想让你数落我 小潘又怎么惹你了 不是小潘 是那周志伟 周志伟 他怎么了 他居然回来说要跟盼盼和好 是不要脸吗这是 那 那盼盼怎么说的怎么想的 他说他知道错了 要痛改前非了 这 这不都是泡妞的套路 这都是玩剩下的 真是 你说我这盼盼啊 他怎么就 对这周志伟就没有抵抗力呢 为什么呀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啊 这人生啊总得走错几步 改了就好 改了就好 狗走千里吃屎 改不了了 绝对 你说说你又来了那副 得力不饶人的样子 你总得给孩子一个机会 试都不试 你就说改不了了 不能试 这试 这要试了就晚了 这盼盼一生的大事啊 你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要他 行行行 是是是 确实我考虑不周啊 要不我去找周志伟 告诉他 小盼是你的眼珠子 胖不得 这 这他知道啊 如果那个周志伟 还是死不悔改欺负小盼 那我就跟你联合起来去教训他 行了吧 开心了 离开心还差那么一点点 那还差什么一点点啊 嫁给我 嫁给我我就 没有不开心的事了 什么呀 就就就就结婚了 结婚怎么了 那凡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那你都是耍流氓 我就是要去你 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我就不当这流氓子嘛 妈 咱们家儿子还还没接了 我就接多不好 等萝卜接了以后我再接好不好 我我等 等等 哎呦喂 你们家萝卜那那慢吞吞的那 慢慢悠悠 我得等着红点马越巧 你看看看你又来了 说什么话 我儿子长得那么帅 说不定哪一天红人心动 说结婚了就结婚了呀 红人心动 好好好 我等 我等 好吧 我等不了 小潘姐姐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好呀 你试试看 什么事儿 我在外婆家待得无聊了 想看动画片 姐姐带我去电影院看动画片吧 可以呀 那姐姐一会儿去接你 我还想吃爆米花和棉花糖 没问题 今天你想干什么姐姐都陪你 姐姐最好了 姐姐我好想你呀 我想跟你和爸爸一起吃饭 姐姐也想你 那一会儿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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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